中国海军舰艇现在有哪些动力系统 就在福建号航母试航的同时 网上又在为福建号采用的什么动力系统而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是真气轮机 有人说是燃气轮机 有人说是核动力加电推 其实福建舰的动力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把军舰的各种动力系统 以及他们的有缺点都了解一下 首先是最古老的动力系统 真气轮机 其实就是烧开水 锅炉将蒸馏水加热成为过热蒸气 通过管道进入气轮机 推动气轮机旋转 再通过复杂的轴系带动螺旋桨 近代舰艇的动力基本上都是真气轮机 只不过现代军舰使用的真气轮机设计更加先进 比如使用增压燃烧设计 锅炉内部火焰采用最佳的燃烧构型 使用的燃料也从煤块煤粉变成了重油甚至柴油 从而确保真气轮机能够达到最佳的热效率 使用的气轮机和轴系 齿轮组结构 那么设计也更加科学 做工效率更高 相比老式的真气轮机 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了 但是真气轮机的问题也很明显 首先是它的生活启动就非常麻烦 需要从冷机状态慢慢加入到热机状态 然后才能生活起航 对于大型战斗舰艇来说 这个加热过程甚至可能按天来计算 机器耽误时间 其次 真气轮机还需要配备专用的减速齿轮和倒车齿轮 还需要专用的蒸馏水 因此维护也比较麻烦 一旦维护不当 或者水质有问题 锅炉都能给搞爆炸了 因此总体而言 真气轮机是一种正在被淘汰的动力系统 目前中国海军只有三艘航母 051C和956驱逐舰 还在使用真气轮机 长远来看是要被淘汰的 真气轮机之后 目前水面舰艇使用最多的动力组 是柴油机和燃气轮机二分天下 柴油机动力组 其实就是在舰体中部放一台柴油机 连接一个离合器和齿轮箱 齿轮箱连接螺旋桨传动大众 和真气轮机相比 柴油机体积更小 皮实耐用 维护也很简便 最关键的是 船用柴油机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因此比较适合护卫舰 补给舰等经济试用款军舰 辅助军舰使用 所以目前中国海军 几乎所有的护卫舰辅助船等 都是柴油机动力 比如054A护卫舰 就使用了国产仿制 法国皮尔斯蒂克的舰用柴油机 071船坞登陆舰和075两栖攻击舰 还有901 903补给舰等等 全部清一色的柴油机动力 这让中国海军在柴油机动力方面 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装舰规模 但是柴油机的问题也是很大的 首先体积 那么它的小是相对于真旧轮机而言的 装舰之后还是很占地方 其次是噪音和震动都非常严重 你护卫舰是干啥的 主要用来反潜 你柴油机声音弄这么大 还怎么反潜 因此柴油机在护卫舰上 可以说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但是长远来看 护卫舰最好还是别用柴油机比较好 不用柴油机 那用什么呢 当然是燃气轮机了 所谓的燃气轮机 其实就是把航空发动机给搬到了军舰上 一样是靠燃油燃烧产生燃气 驱动风扇叶片 再带动液轮旋转机械做工 相比柴油机 燃气轮机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体积特别小 比如美国的LM2500G4 体积不到50个地方 就十几吨重 功率接近4万马力 二是燃气轮机的噪音特别小 只有液轮在旋转 没有活塞在气缸内往复运动的撞机 因此非常安静 适合护卫舰使用来翻潜 三是燃气轮机加速减速特别快 因为相当于把航空发动机搬到了军舰上面 航空发动机的加速减速有多快 这燃气轮机就有多快 当然燃气轮机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第一是对技术要求很高 毕竟是航空发动机核心机改进而来的动力 一个国家要是搞不定航空发动机 也就搞不定燃气轮机 第二它非常费油 你想啊这是航空发动机 那不就是典型的油老虎吗 如果一艘船使用燃气轮机一直怼着跑 跑不了多远就没油了 美国海军的博客机 就是因为燃气轮机弄的变成了短腿 因此折衷方案 就是燃气轮机在装舰的时候 会采用多种动力模式 比如柴燃交替 柴燃联合 燃燃联合三种 所谓柴燃交替 就是舰艇在以经济航速巡航的时候 依然使用柴油机 但一旦转入高速航行 则使用燃气轮机 柴燃联合 就是用两台柴油机 加上两台小型的燃气轮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一起启动 但是相比柴燃交替 柴燃联合动力实现难度太高 毕竟柴油机和燃气轮机的机械效率不一样 动力特性也不一样 需要非常先进的齿轮箱 才能对两种动力的对外做工进行呕合 所以现在柴燃交替动力是主流 中国海军的052D就使用了这种动力 那么至于柴燃联合 目前在中国海军中 没有军舰用这种推进方式 而燃燃联合就顾名思义了 全舰装上四台燃气轮机 无论什么时候都打开四台燃气轮机往前跑 那么这么用的话 很明显军舰的机动性提高了 但是毫无疑问也变成了油老虎 必须这舰艇要足够大才行 所以中国海军现在只在055上 使用了燃燃联合 其实还有一种更特殊的燃燃交替动力 比如苏联的1155反潜舰 只是中国海军对此并不care而已 总而言之 蒸气轮机、柴油机、燃气轮机 是现在的三大主流舰用动力 也是中国海军主要的舰艇动力 但未来中国海军必然会选择两种动力 第一种是全电推进 所谓的全电推进 就是舰上无论柴油机还是燃气轮机 只用于发电 发出去的电储备起来 或者干脆不储备 使用电动机带动螺旋桥 同时另外设计一个全舰总的配电系统 可以灵活的对全舰能源进行分配 很明显 全电推进系统优势很大 第一可以很好的规避 柴油机和燃气轮机的缺点 比如二者之间需要安排齿轮箱 柴油机噪音太大 不便实施反潜作战等等 等到反潜的时候 你把主机一关 使用蓄电池加上电动机驱动就行了 同时电动机的扭矩 甚至比燃气轮机加速减速更快 能实现真正的海上飙车 第二是可以减少一大堆设备 比如减速齿轮箱 交叉传动齿轮箱等等 现在都不需要了 直接从发电拉根线出来 连接到螺旋桨轴系上 就可以驱动螺旋桨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天天玩航模一样 最大的优势是不需要刚性连接轮机和螺旋桨 第三是便于实施全舰的能量分配 以前军舰上是动力归动力 能源归能源 电力是主机不管的 靠辅机提供 为此还需要在舰上安装辅机 那么现在不需要辅机了 或者辅机就是起备份作用 主机产生的电力 电动机可以用 雷达可以用 水滨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全电推进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唯一的问题是技术要求很高 咱们也许在076两气攻击舰上试用全电推进 那么第二种不用说了 那就是核动力 核动力是使用核反应堆的热量 来加热蒸馏水 再推动气轮机 等于是将原来推动气轮机的锅炉和过热蒸气 变成了核反应堆 核反应堆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达成无限续航力 动辄几十年不需要加燃料 同时尽管原理和蒸气轮机一样 都是烧开水 但核动力系统的加速减速非常方便 启动也非常便捷 以分钟计算 因此毫不疑问是最有价值的动力系统 当然核动力系统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 稍微差点火后都搞不定 它需要我们的核工业达到极高的水平才行 总的来讲 目前中国海军各种动力系统几乎是群英会萃 但长远来看 还是核动力和全电推进动力 是最有价值的动力系统 这也是中国海军在未来一个时期 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